党政焦点来关心 这回九合一大选 民进党面临空前挫败 从2018年七个县市 到现在只剩下五个县市 那么绿委何志伟直接挑明 陈时中会败选 是因为竞选团队中有黑道 点名前党秘书长洪耀福兄弟党 还有前北市党部主委黄成国 对此洪耀福发文回击 何志伟才是民进党的败类 而另外卫福部长薛瑞源的发言 也被批评是害陈时中落选的原因之一 而薛瑞源也受访表示 自己不回避政治责任 选前遭网军攻击 也还是高票连任的 北市议员王世坚 还有立委高嘉瑜 则是异口同声点名 侧翼网军 就是害民进党败选的头号战犯 这些侧翼网军的恶劣的没人性 才刚在北市第四选区 以最高票处连任的议员王世坚 实在忍不住暴气 在对网军开骂 靠着修理霸凌 招踏别人 他就可以过活吗 不只王世坚 民进党立委高嘉瑜也认为 侧翼网军到处出征 正是导致绿营在大选 残败的头号战犯 聚焦台北市长这一仗 绿委何志伟更是在选后 痛哭落泪 大吐苦水 说自己挂着阿中进办的副主委 但根本没被拉进群组 连一次会都没开过 对外还得装作 好像很团结 造成这情况的主因 就是有黑道混进阿中团队核心 何志伟点名操盘手洪耀福 洪耀男兄弟党 还有黄成国 痛批黑道在核心 难怪选情何报收场 被秋后算账 洪耀福也不忍了 发文回向何志伟一再扯后腿 还说他才是民进党的败类 何志伟回应 内行人不说外行话 谁有权力操盘 选票已经给出答案 而卫副部长薛日元在选前的发言 也被认为是害阿中败选的原因之一 这一战犯绝对不是说 我自己说是还是不是 如果说认为我必须要负 某种政治上的责任 我也不回避 选后纠战犯 民进党有别以往 总是关起门检讨 这回网军跟黑道争议浮胜台面 服务院党得设法解决问题 才有望挽回民众信心 这次地方选举 民进党重挫 身兼党主席的蔡总统 辞去党主席 传出以20万只差 成功连任的高雄市长陈其迈 将担任代理党主席 那么陈其迈今天也说 尊重党内机制进行 而选后也牵动2024卡位大战 在郑文灿辅选失利 林嘉隆新北大败 党内认为副总统赖清德 已经没有悬念会是适合的人选 极客气 辞去民主进步党主席一职 九合一大选民进党大败 党主席蔡英文请辞 接下来由谁来代理 担任当然中常委的桃源市长 郑文灿辅选失利 台南市长黄伟哲也只是 惊险连任 两人机会恐怕不大 反观高雄市长陈其迈 大胜对手20多万张票 因此最有可能被推举为 代理党主席 代理主席的产生 是由中常委互推 所以这个我们就尊重 党内的机制来进行 选后的民进党要先稳住 预计30号 中常会将由中常委 中指委互推代理党主席 并且负责补选的议题 其迈市长跟小英总统 本来就很好 我们高雄市很多钱 都是他半夜打电话 跟他要对高雄市的支持 所以他们的默契 应该是非常的足够 所以如果说他先来代理党主席 就是在这一个过渡的期间 应该是相当的适合 只是会累一点 而行政院长苏贞昌 第一时间也向蔡总统口头请辞 但获得未留 只不过后续党内接班在即 预计春节前后 势必有一波内阁改组 接下来显示2024 接班人的戏码也将紧接着登场 党内看好副总统赖清德 我也蛮建议说他可以出来 来参选我们下一届的总统 事实上对于民进党 目前这个大选的颓势来讲 应该是会有一股强心的力量 选举重挫后小英时代 面临更多的挑战跟难题 记者上面 小医生台北报道 国民党在这次九合一大选中 拿下了北北基桃 那么其中收复基隆跟桃源 看似大胜 但接下来要面临的是 立委补选 还有2024总统大选布局 国民党中央表示 针对2024还没有确切的 初选规划跟时程 而这次席卷新北市 29个行政区的侯友一则强调 会在岗位上好好做事 无私无我 让国民党2024才有机会胜选 要谁来实践 无私无我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没有名掌 九合一选举大胜后 朱主席终于重拾威望 不过选的号 紧接着2024总统党内初选 朱立伦会无私放手 或是求援兼裁判 毕竟蓝营内部已经传出 又选后百日卡侯计划 目前此时此刻 党中央并没有针对 2024有任何的规划 我们要回复民众对于我们的信任 就是一步一脚印 澄清还没有相关讨论 而新北市长票开出来 侯友宜狂胜对手45.8万票 更是横扫29个行政区 虽然党内人士分析 侯友宜的两岸经济外交没有论述 但另一派认为民意底气购 已经算是拿到总统大选入门票 而国民党眼下还有立委补选问题 包含蒋万安的北市立委第三选区 以及南投县长当选人 许淑华留下的缺额 尤其南投这席 蓝绿都已经上井发条 现任县长林明珍的儿子 就是其中之一 不要再办党内初选 又避免的纷争 有意愿要征召 重开我也会一不容辞 像我听到可能有尤浩 宋怀林 甚至林如斌 甚至不排除 林明珍自己跳下来选立委 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一定会勇于承担 控除完的立委席次 三多周少人人胡适担担 也有关蓝营是否趁胜追击 或绿营能不能止血 重振旗鼓 记者赋到黄成博 曾如辰台南南投采访报道 台南市长选战 国民党当选人蒋万安 以57万多票 大营民进党陈时中的 43万多票 而蒋万衡扫11个行政区 只有绿营票仓 大同区没有拿下 这里也成为蒋万 第一天扫接卸票的重点区域 而选后北市府重新洗牌 外界也关注蒋万的小内阁人士 尤其副市长人选 呼声高的包括这一次的对手 前副市长黄珊珊 以及最后关头 出来帮蒋万吹票的前 高雄市副市长李四川 但对此蒋万卖关子 只说一切都在规划中 现在先谢谢市民 盛选车队出发 转台北市长蒋万安 当选后没闲下来 立刻启动车扫卸票 热情民众拿棒球 要蒋万签名 车队从中正区出发 还跟昔日对手 陈时中强碰 大家好谢谢 蒋万前脚刚走 陈时中车队就跟在后头 连选完谢票都要拼场 这回蒋万拿下57万多票 得票率四成二 横甩陈时中的43万多票 以及黄山山的34万多票 而十二个行政区 蒋万横扫十一区 绿营铁票仓大同 陈时中守住了 很多选民也都投了我们一票 那我们今天特别扫接跟大家谢谢 而蒋万第一天谢票就锁定大同 恐怕也因为这区还要多加油 选后被师傅起牌 柯文哲催促蒋万竞速交接 那小内阁人士副市长人选 心中有谱了吗 最后关头出面催票的 前高雄市副市长李四川胡升高 接下来我会更加被努力 跟市民朋友共同打拼 所以副市长的部分 副市长已经有副案了吗 我想接下来最重要 就是谢谢所有的市民朋友 这段期间他们对我的支持 顾问团或者是 这个竞选团队的人员吗 我们都在规划 加油 谢谢谢谢大家 怎么问就是不正面回答 外界好奇的人选还有他 谢谢我会加油 梅南成功回归市府 黄深山先回本命区内湖谢票 那有没有机会跳槽加入蒋市府 大家都急着帮我找工作 我还没有想清楚 我想清楚了就会跟大家说 选后两样情 当学人烦恼找谁入阁 落学人苦恼下一步 记者综合报道